那當然一名賽車手 其實如果你是愛車人士的話 應該是不少喜歡車的人的夢想 可是大家不要看 賽車的可能只是 只有駕駛車輛 只是坐在車子裡面而已 實際上這些車手們 他們必須要經過一些嚴格的訓練 來提升他們的體能 對不對 欣然 對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CAMBERLA他這種特技表演的性質 或者是他參加一些Rally賽之外 大家其實會常很好奇 就是說譬如說 現在賽車電腦 當然要講到一定就是F1 一級方式 那這些車手 其實我們有去看比賽的話 你都會發現 其實他們除了比賽的那個週末之外 平常有很多的時間 都是在做體能的維续跟訓練 對 那他們的訓練其實都很重度 因為他真的有這樣一個體能的需求 因為他們在一些正常的比賽中 如果以一般在歐洲站 這種秋冬季節 很涼爽的氣候情況下 他們有去統計 這樣一個車內駕駛的溫度 雖然他們是開放座艙 但是因為還是有一些高溫的狀況 因為引擎就在他的後方 那車內溫度有可能動輒高達五六十度 那他一場比賽下來一個多小時 數百公里的這樣靜置下 他常常會身上會幾乎接近 如果一般人來說已經是脫水的狀態 就是你會直接流掉三到四公升的水分 天啊 那我也看過郭外報道 他說大概你體重 因為他們下來都要過磅 那體重通常會掉個兩三公斤 是很常見的事 一場比賽下來掉兩三公斤 我相信喜歡減重的朋友應該很羨慕 開一場比賽就瘦了三公斤 對 那甚至我們也看過一些比完賽頒獎典禮 我印象中有些車手甚至已經快虛脫腿軟了 如果體力不良 或者是說內戰真的太嚴苛 譬如說在亞洲的雪邦 那他可能室溫已經四十多度了 那車內可能動輒高達七八十度 那真的是有可能會脫水 所以他們平常會很重視一些重量的訓練 那常常像是一些鐵人三項 就是騎腳踏車 游泳或是慢跑 讓他們的心肺功能 以我們一般人的肺活量來說 大概 肺活量大概就是四到五公升 但他們的肺活量的吞爐量 可以大到六到七公升 那如果用心跳脈搏來說的話 我們一般人正常不是都說 一分鐘七十二下 那你跑完不運動完可能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十下 了不起了 一般人 但他們在比賽中最緊繃的時候 心跳是高達一百九十下 所以他們的整個的心肺功能 其實跟我們剛剛講的 像阿灘哥 去開一些飛機 這些飛行員的訓練 幾乎是旗鼓相當的 他們對體力是非常要求 那到了冬天的話 蠻多車手像這個 這種世界冠軍七屆的 還沒有騰 他就很喜歡滑雪 包含我們現在這個 還沒有醒來的舒馬克 他也是在滑雪的 這樣的度假體能訓練的過程中 發生了這樣的意外 他們很喜歡滑雪的原因 當然冬天有一些運動的限制 你只能在雪上 那滑雪當然也是用到了 全身的肌肉 包含你的轉向的反應 平衡感 其實也都是很要求 所以這些車手在冬天 也都很喜歡透過滑雪 一方面來紓壓 也一方面來訓練自己 為了接下來這個賽季裡面 高強度的比賽的一些 體能的需求 了解 所以當一名賽車手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賽車手也不斷地在追求 刷新自己的最新紀錄 汽車品牌當然也是 向來很會創造話題的 Lane Rover 最近為了要宣傳 他們的最新的車款 Range Rover Sport 又再次挑戰了史詩級的任務 這是什麼任務呢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看汽車的廣告 是一種享受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事情或很多地方 都是我們做不到或達不到的地方 對 那這一次我覺得這個Range Rover Sport 他找了這個007系列的車 這個特技車手 是個女孩子 Jesca Hawkins 來擔任駕駛 你知道這一次他找了一個什麼地方 我們先來回想一下 他曾經去過哪些地方 他譬如說有爬99階的天梯 對不對 然後走那個大沙漠 對不對 這些地方其實都是展現什麼 很強的牽引力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爬樓梯好像沒什麼 可是你要想想看喔 9999階是什麼意思 其實在爬階梯的時候 輪胎階底是接觸的面積極度的小 而且這個所謂的10階的那個品質 跟我們道路是完全不一樣 沒錯 而且如果你爬個10階而已 那還好 如果你要爬999階代表 你車子的性能一定要夠 不然你爬到一半沒力怎麼辦 或他的耐久度不夠 但是這一次呢 我覺得是來到一個 幾乎是從 恆古以來的神話地方 非常的漂亮喔 其實他在這個 北歐喔 你直接看這個畫面好了 其實他是一個河谷 這個河谷喔 在當地就會說 他就想 彷彿就像一個什麼 巨大的蟒蛇一樣 穿梭在這個整個河谷裡面 那這一個地方有一個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水壩 這個水壩非常的高 然後這一個Ranger Over Sport 我覺得他這次挑戰的地方 特別的驚險 為什麼呢 他要開始從很遠的地方開始跑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這邊地方又冷 然後最重要他在河谷裡面 而且如果你有看這個影片的話 你可以發現那個河谷的石頭 每一顆都這麼大 然後你注意看Ranger Over Sport 他們去拍這個廣告片的時候 你注意看他的輪圈跟輪框 都是原廠 他全都原廠喔 對 這就厲害了你知道嗎 沒有 因為爬那個又怎麼有改 沒有 因為要走這個 因為那個石頭那麼大對不對 你注意看喔 有人有腳 其實這是在越野車來看的話 就是最害怕的地方 像愛大那種破過胎的 一定清理有障礙 看到那一顆石頭 每個都是零零角角的 那麼大顆 然後你在那邊慢慢爬 爬完也就算了 最後他還爬上水壩 那個水壩的這一個引水道 你知道嗎 他是放水 當然他不是全放 他放水的時候 你叫逆流而上 你在逆流而上的時候啊 那是考驗什麼你知道嗎 牽引力 因為水一直下來 你車如果不夠重 你的馬力如果不夠 你的性能不夠 那你就是會整個就衝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非常非常難 那我們來看喔 為什麼Range Rover Sport 可以有那麼飄悍的這個身手 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他有一個很 我們有V8的選擇 也有PHEV的選擇之外呢 他除了這個在台灣 應該在今年的第二季 應該就會上市了 那現在開始預購的話 你看喔 D300大概在477萬 那如果是這個P400的話 車型那大概在488萬左右 如果你買了這個車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 其實你開的車就是跟這個 廣告的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跨越冰島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很多汽車的廣告喔 會勾引人家去買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像這個地方 是買一個夢嗎 就是好像彷彿這台車超厲害 什麼地方都可以去 我覺得不只是電影 會讓人家有一個遐想 包括他的廣告 那你看很多汽車的廣告 只有像Range Rover 他就會比較採用說 我展現的就是什麼 極限挑戰 極限的性能 對 他其實還有最重要有一個 他也去跑過那個派克風 那派克風剛剛德哥也講 他為什麼難你知道 因為他落差很高 我們在台灣如果在 有爬那個武嶺什麼 很多汽車都會到上面有什麼 高山震對不對 那派克風也是 很多車爬到後面 都是因為他的這個 引擎的性能不夠而速度降低 我覺得以Land Rover 這個品牌來說 他的操作 你會發覺他的 做這些特技的幾個案例 都不是感覺比較 Hardcore的越野車 都是屬於運動型的 或是都會型的感受 但是他要告訴消費者是 我的車又美又漂亮 質感又好 內裝又棒 但是不會像其他豪華品牌 這種又高又大越野車 叫做花拳秀腿 沒辦法開Offroad 我這個是真正可以吞的 你看看像我開那個Discovery 他根本就不會 我開那個Defender有沒有 他根本就不要拿那個車 來去做這種事情 他放去電影裡面飛飛 飛起來 掉下來不會爛掉 你看我車有多強 這個邏輯就不太一樣 那就是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車既可以壞 又可以啞 這很厲害的一個操作 真的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 這個今年很快就來了 400多萬不到500萬 他有這個四驅系統 四輪轉向 還有四模式的這一個 地形選擇 所以對很多這種 多精的人士來說的話 Ranger Rover Sport 有質感又有性能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 當然除了我們剛才聊到的 這個Lamb Rover之外呢 向來勇於挑戰自我的Lamborghini 前不久才推出了 Urus的Performers 沒想到今年 蠻牛家族又再有另外一款 非常強悍的越野作品 即將登台了嗎 德哥 對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Urus其實坦白講 現在在能見度真的越來越高 因為很多玩家 他會覺得 我被跑車型修旅 第一個 他有那種蠻牛的飄汗 再來就是引擎的性能輸出 在同級車都算是頂尖 而且除了這些 你知道現在 就是前兩年很流行這個Auto 就大家都會去露營 你知道他的脫困能力也是很強 他底盤的升降 可以從一百五十四 一直上升到兩百三十四 就是已經算是很強 Urus 那大家會覺得 Urus已經有標準的Urus Urus S 還有Performante也出了 那他要出什麼越野車 這台越野車大家會怕到 這台是Furacom Furacom大家會覺得說 那就是小牛 小牛是要怎麼越野 對 但厲害的就是 他出了一個Sterato的這個版本 這個義大利文 其實就是那個 塵沙的意思 塵土的意思 他一直跟你說 這台可以吞刷 那但是 什麼人會買小牛去吞刷呢 其實你知道小牛 他一直在Lambo裡面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那個重要地位就是 很多人他第一次要買Lambo 他會先買小牛 因為大牛比較貴 然後再來就是大牛可能太誇張 那小牛的尺碼動力 還有包括他們Lambo自己在辦比賽 都會用小牛去挑戰像GD3 老孟斯這些 因為他設計的真的是剛剛好 除了V10引擎 讓後軸的下力很高 大概接近六成以外 他的四驅系統的配置也很好 但因為要對應比賽 所以他們現在也有純粹的MR的中置版本 但是這一台呢 Sterato呢 他是完完全全的四驅 他除了車身的底盤 加高了40mm以外 他的車寬也拉長了3公分 就是讓你整個樣子看起來更乖章 所以我們在講跑車型修旅呢 這台這是真正的跑車型修旅 因為修旅車做得到 他通通都做得到 而且他是一台跑車 可是除了你看到的這些加高以外呢 他在一些細節的部分 必須要經過強化 好比說他的底盤 因為他底盤呢 你在Offroad的時候 他會去做碰撞 那他這些呢 都已經有經過護板的強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進氣系統的 像空氣濾芯這些啊 因為他要防止你的塵紗進駐 所以他有很多層的設計 那舊輪像這個霧燈啊 還有他還可以選配車頂架 這些都已經都經過重新設計 因為你在破風前進的時候 第一個 他要不能夠讓你產生太大的風阻 第二個 他不能夠損傷他的這個車體 那事實上我覺得Lamborghini 在這一台車廣告出現以後 應該也會讓人家耳目一新 因為其實在之前的Grado 就是上一代的小牛出現的時候 有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個就是很帥氣的男生 然後他從車庫開著他的Grado出來 然後在路上就開始飆 然後紅綠燈的時候他開始甩尾 那甩尾紅綠燈剛好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就是Jessica Rita 然後上面是她的手機號碼 就是說女生在看這一台車的時候 心也被這一台車爐走了 所以我相信這一台車的廣告 如果拍完應該也會讓人家很期待 你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